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最愁的就是巴勒斯坦 最高兴的就是以色列 实际上巴以问题走得现在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麻烦 也就是巴勒斯坦人 越来越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命运 这里面主要的一个超盘者就是美国 美国历任总统包括特朗普 都不断地在制定所谓新的中东战略 这个新的中东战略呢 就是要瓦解阿拉伯世界 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 美国的计谋看来是得逞了 从特朗普自身来讲的话 为什么要促成阿联酋和以色列 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主要出于选票 包括库什纳提出来的中东新计划 其实已经破产 但是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讲的话 如果能够促成阿拉伯世界里面 主要的政治力量 比如阿联酋 沙特阿拉伯 和以色列建交的话 对于整个特朗普的中东计划 将会带来巨大的帮助 这么多年来 其实矛盾的焦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你看我们以前在看新闻的时候 说的最多的就是阿以问题 也就是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人之间的问题 那个时候的阿拉伯世界是同仇敌忾 针对的就是犹太人 针对的就是以色列 现在呢 很少再提阿以矛盾了 提的更多的是巴以矛盾 也就是在美国的政治操弄之下的话 已经把一个大的矛盾 转化为一个小的矛盾 而且让很多阿拉伯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以色列 包括埃及也好 约旦也好 都先后和以色列建交 那么沙特实际上虽然没有和以色列建交 但是双方之间也是暗通团取 在美国不断地斡旋之下的话 像沙特这样一个阿拉伯世界的领袖 如果出现了重大的问题 导向以色列的话 那么巴勒斯坦就更加孤立无援 而且美国制造了一个很好的焦点 之前你看我们反复在强调是巴以矛盾 后来在美国不断介入中东事务之后的话 把所谓的阿以矛盾 包括巴以矛盾 变成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宗教矛盾 这实际上就是把阿拉伯世界 通过离间的方式 分成了两个派系 甚至分成了多个派系 让阿拉伯世界之间矛盾不断 最后让以色列得以有喘息之计 而且以色列的所有的所作所为 完全背离了联合国在巴勒斯坦领土分配上的机制 这个对美国也是有帮助 对以色列也是有帮助 所以这两个国家现在关系正常化 对于阿拉伯世界 包括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讲的话 只能是一场悲剧